被当众大骂贪污犯 高宏安望向前方睁大眼睛看似委屈 历尽超过五个小时漏夜征讯 高宏安以六十万元交保离开北柬 有自称新竹市民的民众 在一旁举牌高喊加油 而高宏安则双手合十表达感谢 并匆匆搭上车离开现场全程不发抑郁 整齐案件还有三名被告 包括高宏安的办公室主任 陈焕宇助理王玉文 两人都以十万元交保 还有他的男友李仲廷 则被无包请回 他当选市长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你不要在那边见风插针好不好 现在已经就是用尊重司法就好了 好 就是如此 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 好来可以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手边低位 康社税的立法委员林俊仙 大家好 资深眉田李公南黄康夏 大家好 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是 蓝银空在小天后 台北市员徐晓鑫 大家好 资深眉田火化石 商与夫 大家好 另一边为你邀请到的是资深眉田 陈同好 大家好 时事评委员李正浩 大家好 今天邀请所有的来宾大家一起来 好吧 那三堂会审 国内大家最瞩目的就是立法委员准新竹市长 高宏安的案子 昨天检票发动搜索 搜索以后呢 经过了大概到了晚上所有的征讯 那最后呢 高宏安六十万交保 那当然包括这个案子 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跟观众朋友讲过 本来这个案子是列所谓的他之案 他之案 我跟观众朋友大概解释过 那他就是犯罪事实不明 或是犯罪人不明 有没有被告不明的情况 列他之案 侦办的进度 看着进度 决定要不要转 好 现在这个案子 因为都已经有被告交保了 好吧 他告诉你他之案 转真之案 然后呢 高宏安六十万交保 那有几个被告十万交保 当然也有无保请回 这个案子到现在 创下 现在看起来 整个案子对很多人来讲说 好那办到这个样 而且检方主员这么大动作 连搜索什么都来了 然后保护伞的这个问题 好像大家也不是这么要care 因为一般会避开会期嘛 也不避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 基本上其实也没有一般要避开会期 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只有一条就是 拘禁或逮捕 逮捕的话在会期中 对 搜索并没有被列入嘛 然后根据刑事诉讼法里面 只要那个机关同意 机关负责人 就是立法院长的基坤 然后机关有人 同时在搜索进行之间 从旁再陪 陪着就可以 所以其实过去也有很多事 可是昨天这件事情 其实像我这种的新竹长大 曾经长大过来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蛮感慨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新竹过去一直很平静 然后现在呢 封城的封城的风雨 刚刚也是无止些了 因为高宏安昨天被交保了 然后交保之后先前像绿军那边 一直讲说要在他二十五号之前把他搜压 那搜压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那应该目前不会发生 但不会发生的话呢 所以二十五号他早上九点多 一定可以写下印信 可是主政之后 那从昨天来看 他已经六十万交保 然后我也问过冬豪 六十万通常就已经代表着起诉的 几率是偏高了 几乎是等号 起诉几率 可是起诉几率偏高 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是十一月十六号 被送入了减速黑金专组 然后根据法务庫的规定 减速黑金专组在四个月内 一定要解案 所以三月十六号之前 甚至更早 会不会就被起诉了 所以他就一直就有这个整个 将来在这个官司里面的 风风雨雨会持续的不断 然后他是被六十万交保 然后另外他的两个助理呢 一个是陈焕宇 十万交保 另外一个是那个 我不是不熟了 台大十三妹叫王玉文 对也是十万交保 代表着他们两个也是被告了 也被列进去了 然后当然李中庭上次是他事案被告 昨天是无保请回 但是有没有转变其他身份 目前是没有消息出来 可是就看到这个官司 看起来就持续了下去 但是昨天的话会让你觉得 这种风风雨是什么 有一部分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大概昨天其实最鼓噪的人 两个集团 一个就是要收押 要收押 另外一个就是说 要没收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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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绿两边都在吵这个 可是这个东西你会看到 共同的一个新政是什么 都认为他可能有状况 因为就算那些说 要没收选举的人 包括连王鸿威确诊了 王鸿威直接在领书里面 就直接讲说什么民党就是选输了以后 要用司法的方式来没收这场选举 对 然后或是有一些比较是 偏绿的一些粉专 偏蓝的粉专 都说是要没收选举 让他呢 没办法就职 然后要改选 可是你知道 其实我们回到现在为止 包含这种氛围之下 我们老先生 施明德 都已经要特别讲了 夜暗光倒夜曲 对不对 希望大家照不来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还是都照不来 在刑事诉讼法 在宪法 真相里面都没有违反 可是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 到底因为有前后任 先前的那个行政主任 已经传出来说是交了500笔的账册 然后第二个行政主任 昨天是五保 然后就请回 所以那个黄霓会 到底有没有交出什么东西 还是讲了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可是高宏安目前的 这一个所谓公积金 低薪高报 诈领治理会这件事情 看起来检察官也有他的新政 所以这个方式一定会走下去 走下去就根据我们 地治法里面的状况就是 如果他真的被起诉之后 如果被判有罪 一审判决有罪 除非是徒利罪 那直接的就要被停职 然后这样的时候 就由副市长代理 所以整个新竹 你会看到现在风风雨雨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多 会怎么去处理 那边有老司法 东豪应该会被 这细节讲得很清楚 可是看起来的话 这个春节 新竹市大概过下去的话 那个市府能不能稳定下来 看起来都是大问题 OK 因为这整件事情 你说从选前闹得沸沸沸沸沸 一直到后来选完以后 刚还完当选 那到了昨天开始正式发动 我昨天就讲中间有好几个时间 那除了刚才讲说 因为有四个月像这样的话 昨天就告诉你说 一般检方或院方 不管了 你如果在公家机关 待过的话 你知道过农历年前 大家都不想留案子 OK 那只要所有的资料 看起来都是充足的 都已经办到差不多 你会不会要去做一个结 可是这整个从昨天在 过程当中有一些点一直让大家在讨论当中 正好第一个 昨天包括搜索了好几个地方 搜索的地方 你看今天那个立法院长 刘吉坤 马上就出来跟你讲说 有 昨天一大早 他们就先问了秘书长林之嘉 然后呢就问了他 转到他这 他就马上批 依法办理 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那这依法办理 接下来就是搜索 搜了几个地方 包括高宏安的父母家 或什么都在这个里头 可是最重要一点 大家讲说 有一个关键的桌机 桌机没有扣 因为去送修 那个里头 有什么悬疑在那个里头吗 媒体上有报道说 高宏安可能在答辩过程 会用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名词 叫大水库理论 大水库理论 他还小新的前老板 马英雄发明的 那个时候就讲大水库嘛 对不对 讲说余文啊 什么什么一大堆 包括大水库 在这个案子里面 高宏安真的用这方式答辩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讲大水库理论 他有个前提要证明 就说你的进去的比出去的多 这才是大水库理论嘛 就说所谓大水库就说 对 虽然我我我我钱是混在一起 可是我譬如我这边支出三十万 那我用公共基金支出三十万 可是我有另外 不管用什么方式 用了超过三十万以上的经费 进入到某个账户里面 这是同一个水库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这个多花钱 就大水库理论前提是这样 所以说我不确定高宏安 在公共基金之后 因为曾经有套讲法说 高宏安有回补 到底有没有回补不知道 可是这回补 我认为检察官或是法官 也会参考什么东西 你不可能二零二零年洗头花的钱 二零二二年再回补嘛 这就远超过所谓的这个大水库的概念 比如说二零二零年你你凌月节也好 季节也好 半年节也OK 但是总而是你要回补的动作 而且你回补时间不能拉太长 你不能说我这个东窗事发 我再回补 这件事是不对 你刚刚讲到 所以大水库的意思 就是在那同一个账户里头 除了大家的钱进去 高宏安有没有像媒体上面 讲的那里面有洗头啦 什么什么这些 他自己还有另外 有一些钱进这个大水库 而那个进去的钱 要比他另外支出的那些还要多 某种程度去用大水库理论 这样大水库才合理嘛 否则他要只出不进的 只出不进就是大水 所谓水库是有进有出 才叫水库嘛 上游的水进来下游水出去 所以大水库是这个概念 但详情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去答辩 这是一块 可另外一块事情是 神秘的桌机 因为今天媒体提报说 有一个桌机并没有被 检调压到 就是高宏安办公室 高宏安自己的桌机 这个桌机说在前三天 因为某某某某某问题 然后送休了 所以现在在厂商那边 然后没有被检察官压到 检察官的检调会 循限去压那个桌机 那这个桌机呢 我认为以高宏安 因为高宏安是IT人 我不太认为他会 会洒到说里面存有关键资料 里面就算有存有关键资料 以我的处理方式 我就直接拔硬碟就好 就是我直接拆桌机 然后拔硬碟 然后换一颗一模一样硬碟进去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 我们过去这两天同胎 有些人就说 你这个删除可以回复 对对对 什么都还是找得到 那合理 我删除当然可以回复 我把整个硬碟换掉 就没有回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拔硬碟 然后换一颗新的硬碟上面 那就没有回复的问题 那旧的那个硬碟 你看人家烧掉丢掉 沉到海里面都可以 总而言之 毁失灭积 你如果真的天真道说 高宏安若天真道 觉得把它formate掉 就不会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它是专业 所以说我认为 就算查到那个桌机 可能也查不到什么东西 可是桌机如果查到 就像你说的 如果整个硬碟管理 是什么样的方式 就换了一个新的 所以对检方 因为检方不是这个时候 第一次的动作 我所谓不是第一次的动作 意思是说 前面不是这样讲好了 周刊都爆成这个样子 然后外面都说 你们拿了多少 包括助理 有没有交出来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资料 结果你手头上这个东西 一样东西都没有 这这怎么交代 我就没有啊 怎么样 我被告 你咬我 你有本事就来吧 对 我被告 我坐牢了 我不自政己罪啊 你都会什么 我就没有啊 我不知道怎么 我被告 你咬我 你有本事就来吧 对 我被告 我坐牢了 我不自政己罪啊 你都会什么 我就没有啊 你都会什么 我了不起 是灭政罪 我也不要吃贪污罪 所以你那里面没有 那这时候检方 是不是就直接拿着 那些其他 包括媒体上的 包括有没有助理拿出来 有没有这一笔 这个是不是真的 他一定这样问啊 我刚才一定说都没有啊 就是没有啊 一定都说没有啦 我觉得这 这边的律师 你也是内行 进去一定说没有嘛 他说那是Excel Excel你可以改啊 怎么证明那Excel是对的 一定是这样工房的啊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脱离不了一件事情 就是辅不符合常理 辅不符合这个事实 因为事实上当然大家可以猜说 对我就是志愿的捐三万块出去 可是第一件事 法官会问嘛 就说你做白工吗 你为什么要 就他不符合常理 你一般人 我出去工作五万块 一个月五万块 老板扣了两千块 我都跟他拼命了 你怎么可能每个月 让老板扣一万块 一万五千块 然后让老板来用 这不符合常理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没有捐出去回捐的事实嘛 比如说一般人拿到五万块薪水之后 以正常送信阶级 有可能先提三千块钱出来 吃个饭 没有再提三千块 或说我有卡费 我固定缴一万块卡费 或一万块房贷等等等 慢慢理慢慢理 可是如果有个人账户 每个月领完钱之后 固定两三天之内 会不见一万五千块 你又说不清楚 这一万五千块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缴卡费 一万五千块 没有正当理由消失 那当然就给士同 这个金流已经成立在 这个大水果 就是他最终还会面临到 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有件事情 我真的不认为检察官 在这个时候处理是合影的 哪一天 在这个时候处理 你说时间点 对 我觉得其实 当然因为我们大家讨论 我们大概心里都有数 包括我们之前原本都猜测 就是高桓 十二月二十五号 立院解职的那一天 新竹宣誓就职的那一天 就是被检察官传唤那一天 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是我觉得在今天的时间点太奇怪 就是有必要到这个时间点 媒体上面讲两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 是在讲说都已经媒体爆成 你去什么什么 餐厅跟谁去 有没有串供的问题 然后到哪个事务所去 有没有什么 就你都已经弄成这样 我如果再不动 全天下来都以为我塑胶做的 OK 第二个对不起 塑胶做的是我讲的 好吧 第二个 第二个 大家就讲 你刚刚讲一个交接时间 十二月二十五号 一旦交接 立法院整个办公室 就不归你 所有的助理全部走 然后包括东西 误患心仪 对我来说太难掌控 因为这两个原因 所以他说在这个时间点发动 第一个要控制立法院的那些人 鸟售算 这对检掉太简单了 十二月二十五号 扶小初级 对不对 那这完全不是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我确实有听过 像那个主持人您讲的 就是说检掉是不得不提早行动 因为媒体已经爆成这样 所以检掉不得不提早行动 否则会被讲说无作为 可是问题是 这些媒体资料是检掉给的 你不要讲的 好像是被媒体知道 所以你检掉不得不做 这个明显是检掉 为了要在这个时候做 所以先让媒体知道 否则媒体怎么会 鉅细迷移的知道 我觉得这边他有一段 在这样 我觉得在操作 这件事情上有个失误是说 我们都接受有犯罪的人 要接受应该的审判跟惩罚 可是审判的过程 不代表可以随便处理吗 当然 因为这场这次高官 我觉得真的 当然对媒体是好事 就是侦查不公开 变成侦查全公开 你很少看到媒体 可以透明成 进度透明成这样 连去四个地方串供 跟谁串供 哪四个地方 人事实地物 全部都写得清楚 然后这个警告再说 没办法拍谁 因为这边被爆料 所以我得去受压 就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不太对劲 就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你要让整件事情正当性 完备的话 我觉得十二月二十五号会比较好 OK那资深司法记者 来多好 我觉得正好有些东西是误解 我跟我讲 搜索地点会不会知道 当然会知道 搜索前不能泄露 搜索后 搜索进行中 跑司法的记者 我们会怎么做呢 因为我说串政地点 先不要紧 先不要把我把他讲 台北地检署 他有一个香月主任警察官 他会出来跟记者讲 我开了几张搜索票 搜索地点大概是哪些 如果像这一次这个搜索地点 其实还算少 以前搜索地点多的 一次出去十几个 二十个地方的都有 一百人两百人出去搜索 二十个二十张以上的搜索票 那个当然就不会拒细名 主要的都会讲 第二个我是觉得说 台北地检署的时间点 有没有不对 我觉得没有不对 我如果不是要收押高宏安的话 早一点办比晚一点办好 因为这个事情在社会上 已经纷纷扰扰 就像高宏安昨天 在北极住待到很晚 那时候大家很关心 会不会收押 在过去这几天里面 其实我一直都是公开讲 不会收押 除非高宏安在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检调都已经在 在侦查期间 你还犯了很重大的错误 要灭证 或者跟重要的证人 现在还要 在昨天之前还要串证 大概这个才有机会 你可以参考的 大概是林芝妙的样子 那高宏安我一直认为说 大概不需要 不需要 另外一个说 这个事情办的 对于民进党支持者 或者台湾高宏安来讲 其实昨天在网路上留言 就甚至今天早上 都还有留言说 已经瞧好了 所以才会六十万 所以他们对没有收押 很失望 但是 但是也有另外一方了 对不对 要宏威 他们就讲 对啊 那司法怎么办 台北地震座怎么办 那我要讲一下 因为台北地震座 现在这个检察长林芳良 我认识很久 林芳良 个性是一个不温不火的 你很难说他是偏蓝或偏黎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蔡英文总统任期 剩下一年多 我们不客气的讲 现在叫做政权 看守时间 就是最后的 最后的一个 因为下一任总统 不知道是蓝的还是绿的 还是还是白的 这个时候任何 我们讲的讲的 很普通的 你如果是承办检察官 这个时候谁要来跟我讲 谁敢来跟我讲 任何一个 这时候敢去跟承办检察官 暗示的人 你都不怕会出事吗 某个角度讲 政治的控制力 在这个阶段是最弱的 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林芳良 因为检察长的风格 会影响这个承办检察官的做法 我觉得北检 这次的做法 没有再考虑要满足谁的期待 OK 可是正好刚才的意思是 倒不单纯说是有人在影响他 而是他觉得那个时间点在这个时候发动 不如干脆等到二十五号就职以后 因为最起码闭掉了一些大家在讨论 什么要不要会其中 要不要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 他觉得那个时间点 也许他们自己的选择 只是这个点 就是刚刚东豪讲 那个点可能就人言言说 大家更是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讲说 搜查的地点被公开 我刚刚讲是说 连媒体都知道检方掌握高宏安串政的四个地点 这个地点媒体不应该知道 你确实从检方 只有高宏安跟检方知道 助理也会知道 助理会跟检方讲 助理会跟检方才有压力 那个时候陈焕宇约助理到哪里 上一副知道的比检察官还清楚 这个要 因为长时间以来 第一个你知道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但是在国内办案子 常常都会有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就只是那五个字而已 通常媒体上面写出来的 只要一个大案子 哇那个巨细迷 大家都会讲说到底是谁 是不是检方 是不是法警 是不是跑司法线 然后记者跟那些法警庭庭之间 是不是熟 有没有什么 大家都会怀疑这些甚或 有没有检方为了拜案的需要 我刻意露一些什么什么 这个可能就正好刚刚讲的一些状况 那相对来讲 是不是也有过程当中 就觉得检方就是被冤枉了 就是旁边有很多人 他也许心声不满 或心声怨对 或是他有什么 他搞不好露出去的更多 譬如说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那活化石 每次在节目里面讲的 感觉上 他讲的比假官还早 是不是 孙医夫 我上次来节目里有问你 你所有这些资讯 是从检方那边来的吗 不是 是从 其他人 那一定是其他人 助理群 助理群 因为你跟助理熟 有一些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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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刚刚讲 司法技术在跑的时候 包括被告律师 我们都要很熟 当然了 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说各方这些 所以刚才你说正好是要挑衅你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资讯不是来自于检方 就是要讲这个 反正 我的资讯当然第一个不是来自于检方 第二个高安的事件 今天最坦白一句话嘛 我就说过嘛 因为检方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有没有立法院派车记录 从接了两个助理跑到新竹去谈什么嘛 这个我老早就讲了 这跟检方脱不脱都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所知道的跟 我所知道的跟检方完全没有关系啊 而且这个事情 其实很早就已经一直在传 各位如果还记得媒体也报道过 12个助理拍影带的事情嘛 我那时候我就说在一个网路名人 那边拍的嘛 就Z9嘛 就民众党的司议员提名人 也被约谈的武达伟嘛 这个当天他们约的时候 当天消息就出来了 这个这不需要检方吧 就整个约到律师事务所 当天晚上消息就出来了 约了谁 吴达伟 陈焕宇跟人民 还有一个是应该是黄灵慧 然后高文安去律师事务所 当天晚上去就知道了 吴达伟 陈焕宇跟人民 还有一个是应该是黄灵慧 然后高文安去律师事务所 当天晚上去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了 市场猫还在马祖 发这个消息 我们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问检方吧 你说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当天我们就知道了 有的是隔一天知道 OK 这需要问检方 这需要检方跟我们讲吧 这件事情跟助理之间的态度或什么 当然都会有一些的关系 你说最后发言的一些的结果 因为媒体上一直不断在报道 你可以想象嘛 就是为什么大家手上会有这么多东西 从媒体上露出来 连杖册的内幕 包括内脏啊 或什么什么这些 那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昨天 小夕 是 那个陈焕宇 他是他办公室主任 对 你刚才很熟 我刚才还蛮熟的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公共事务领域里面 然后给大家看个照片 那蛮可爱的 就是呢 他被带走的时候嘛 然后他不是有戴个帽子吗 还好跟媒体比个夜 所以你们可以仔细看 你有看到吗 他有比个夜 所以他被带走的时候 他是有跟媒体比手去的 所以他的心情基本上没有 对对对对 没有这么忐忑 所以他的心情 其实没有到这么忐忑 你可以看他的 你可以看他的表情 他虽然戴着帽子跟戴着口罩 然后被带走了 可是他是这样子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跟戏图 可是昨天在昨天的时候 媒体上报道说那个林冠年 是 说林冠年有他讲的 他说那个高宏 他们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 全部都推给陈焕宇 我觉得这太不合理了 就陈焕宇 他为什么要去扛这个东西 你都要推给我 就讲说 没有没有 公积金 高宏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都是我 陈焕宇一个人 我就决定要叫下面人这样干 你那时候觉得逻辑上 就他为什么要帮你扛这些 就算你扛了 下面每个助理 难道都不知道 到这过程当生活 有没有联系过或什么 那陈焕宇 陈焕宇对这些所有东西 他平常包括他包括任职啦 他的工作啦 各方面 你清楚吗 其实他算是一个算小名人吧 因为他以前就是在PTT上面 算是一个前版主 他是高嘉瑜的学弟 跟高嘉瑜也很熟悉 然后呢 在2014年的选举里面 他有去帮过连胜文做网路的部分 所以他在各式各样的这个论述上面 网路议题上面 他算是已经琢磨很久了 所以跟我跟正浩也都是认识的 那以他的个性 我个人吼 我个人是觉得他不会去帮 高安区担不属于他的责任啦 我认识他这么久了 我对他的了解是 是什么就是什么啊 但是看起来他并不觉得 这个事会落到他自己头上 看起来他觉得他会有问题 所以才会毕业嘛 所以那个小动作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他的心情看起来是轻松的 而且据说高宏安 在一个礼拜之前就知道 一个礼拜之后 检调会来抓他了 这是他有打电话跟其他人说 说他有听说到说 检调已经在准备的过程 那可能就是最近就会来搜索 所以我相信 对不对我猜一句话 这当然蛮理喻的耶 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我想其他的人应该也会知道吧 所以只有那个 因为可能女孩子吧 只有那个公卫文 他有用头发遮一下脸 但是陈幻宇 我看他出来的时候 表情是还蛮轻松的 那我真的讲 因为我们跟他认识很多年了 以他的个性 他不太可能像林冠田说的 说高宏安要推给他 他就全单了 如果我是陈幻宇的话 你推给我那还得了啊 就既然今天你要推给我 那我要推回去给你 那最后是谁的压力比较大呢 那是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因为 或许他们就办公室里面 到底这些料是谁出去 给媒体报的 谁出去跟四叉猫讲的 可能高宏安他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他在选完之后 就我们在助理界里面 就有就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他除了其中一位 比较新进的助理之外 那他没有要带任何人去台北市政府 不是在新竹市政府 所以这也是就是包括陈幻宇在内 他们也都开始去向外求职 那包括到台北市议会里面 然后也有去递履地 然后看说可不可以找到新的工作 那但是呢 其实因为高宏安办公室 现在这个情况 基本上我觉得啦 大家都不太敢用 那对这些助理 我觉得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跟伤害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人 他们真的没有 就他们也没有外泄资料 他们也没有做错事 说真的 那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老板的事情 然后他们要找工作的时候 那呃 变成他的求职路是比较不顺的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上面 应该是 我会建议说高宏安要协助他们 在生涯发展上面 要有一个顺利的路程 那避免说后面又 就这不是我讲的不是那个串政那个部分 是说对因为因为立院办公室 你说六到八个助理以上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那不会那每个人 他们有他们接下来的路要走 有没有要带他们去新竹市政府的话 其实这些人 好好的帮他们去安排 我觉得是一个 作为老板应该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我的助理的话 我是绝对会帮大家去做安排的 对所以我知道 陈华云他还有去别的地方求职 然后呢 他现在又这样子被带走 我觉得他的整个路上 也是蛮委屈跟蛮坎坷的 那我真的不认为会像林冠年讲的说 推给陈华云他就会全部担了 如果高宏安真的敢这样推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风暴可能会持续的扩大 可是看到昨天最后这个五保 有人五保请回了吗 就是李中庭他五保请回 然后这个高宏安是60万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应该是 这个10万元交保而已的话来讲的话 应该是 我不觉得他们在后续上面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有差一句话 10万元交保也是几乎等于起诉 当然但是 我觉得他不会去担这个 我意思是说高宏安 就所有责任 我在讲林冠年的事啦 就是说因为本来我们讲的是说 林冠年要把所有的责任推到陈华云 陈华云就会背这个责任嘛 那现在看起来他是10万元交保的情况是 他不会去背上了整个高宏安的责任 应该是这个事情的情况 那检掉他们有掌握之后怎么办怎么办 谁负多少责任 谁负多少责任 不会有一个人去把整件事情担下来 那小姐请问一下 在蓝营里面 你看到像洪威在脸书的职业讲说 这个就是摆明了 那选出然后民党就直接要用司法的方式 没收整个选出 蓝营有很多人是持这样一些看法吗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该调查的事情 该调查 我们绝对是全力支持的 因为助理费这东西 其实是议员跟立委 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带 很多人都踩雷 你说看那个戴宁之前 哇还戴着那个手铐脚铐 去他妈的灵堂 然后那个画面大家看了 然后我们像台北市议会好了 潘怀宗 潘怀宗他那个也是没有入他口袋 那个钱他没有入他口袋 但是他使用的用途上面 被这个检调认定说不当使用 所以也一样 还有另外一位被起诉是林颖梦 也是我们台北市议员 他也说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可是他把人事费跟事务费混用了 这个这样子也不行 所以他也是被高额的这个 那时候交保金额也蛮高的 那时候也吓到大家 所以助理费本来就很敏感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但高宏安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疑虑是 因为第一个他立法委员 他现在还在立法委员的身份 第二个是 因为先前就有很多的传言 讲说呢 传言是怎么说的 就有放话在讲说 你不会当选 就算你当选了 你也无法就职 我们也会跟你拼到最后一刻 然后用很多的方法去搞你 有吧在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对着林俊县委员 这样看就问他 不是委员做的 所以不关他的事 我们保他 但是 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先前在这件事情之前 就放话说 要用司法去挑战他了 那我觉得错误的是这个放话 如果你不要先有这个放话 大家自然不会去做 政治上的连结 那就让这件事该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因为已经先有这个放话 然后你又去搜索 然后你又把它弄到北基站 然后到这个弄那么久到夜间 我记得我昨天到凌晨都还在关心说 他到底有没有被羁压 昨天一整天 大家竟然是在讨论一个新科的 新竹市长是否会被羁压 那这个他就会 从一个单纯的助理费的 贪不贪污的事件 上升层次到一个政治的事件 到政治事件的时候 其实处理就要小心 因为你一个没有处理好 让大家的观感不好的时候 就会认为你看你先前的放话 跟现在连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你就是有政治上的动机 是不是因为他是高红 是不是因为他说要查新竹棒球场 所以你才用这么大的阵仗 跟规格去搞他 那这个时候就跟检调 原本只是想要单纯去办一个案子 那就背道而驰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民党在这整个部分里面的过程当中 要谨慎小心 那现在60万交保你觉得怎么样 我对检调没有意见 我是对于这个前面的犯话 有很大的意见 因为前面讲的都是政治 那60万交保呢 讲了那么多 你能以说要不然就无法请回了 如果真的真的要不然就收押了 那60万交保到底是政治还是法律 东华的意思就是说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有政治力 去介入司法的侦办 那选情有些人预测说 刚好可能跑不掉司法 是因为就他当时所犯的那些 案情传出来的内容 这个这个就是公款适用非常明显 那其中讲什么没收选举 这个根本是乱讲 尤其是在选举的人 胡说八道 你收押都可以宣誓就职 大律师可不可以 你在狱中都可以宣誓就职 不会有没收选举 乱讲 拜托有点尝试好不好 你并没有被辞夺你的权利 你在狱中也可以宣誓就职啊 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傅昆奇 入监狱他都可以领薪薪薪薪照领 他职权他职权没有被剥夺 所以怎么会有没收选举 不会有重选这个事情啊 乱讲 也没有那种不让你当选 不让你就职 就职以后也让你做不完 他可以要求在狱中宣誓就职啊 这当然可以啊 因为刚好看他没有辞职嘛 他也在立法院 你有讲为什么他不辞职 检调要来搜索 那当然会要问立法院长嘛 当然啊 我其实认为刚刚问你要辞职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搞到来搜索的话 你知道立法院我们那个办公道楼很旧 昨天整个瘫痪 因为电梯都只有两台老电梯啊 你想有多少人进进出出啊 光记者我看来一百个 还叫他办案人员 我在十楼我最后用走的呢 电梯停掉了嘛 就突然间涌入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那个大楼像昨天就整个瘫痪 大家都不能办公嘛 这个以后等小新干掉废洪太 到立法院来就知道 谢谢老 你就会知道 我们那个老大楼昨天就变成 大家都在议论分布发生什么事情嘛 我为什么主张他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止 第一个他已经没在上班了 你已经没在做你的立委 你不要再领立委的薪水了 第二个你当选了恭喜你 你交接工作很繁 很繁杂嘛 做你的市长交接工作嘛 你有没来到立法院来上班 你干嘛不迟呢 第二个你只剩十天啊 你何必赖了这十天 你十月二十五号再晚也要迟嘛 还有你是不分区嘛 你也不用去计算 你迟掉以后有没有什么政治效应 反正有人可以补 对你后面补你那个人 你要少领十天薪水 你不要紧了啦 所以我是觉得他为什么赖在那边 其实我说那难道你是薪水要领好领满吗 所以我是觉得他为什么赖在那边 其实我说那难道你是薪水要领好领满吗 基本上就是到立法院来是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辞 所以只好到立法院来 那简单办案你也遇到 我在猜想啦 你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嘛 如果等他宣誓就职 你别人要去跑去收市政府耶 是啊 当然啊 你要去市政府把市长抓出来 把当时现任的市长抓出来 请出来 就林志彪那开始当时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开始嘛 那一样也是也是一个政治效应嘛 搞不好搞得更大 所以这个 这不会有像那个王文威讲的什么没收选举 不会啦 那当选就当选了啦 所以也一样啦 那倒是被派选民 可是这件事情 刚刚玩他们办公室的风水啦 为什么有人在讲这些 有人在讲 就说因为 因为一个楼层就是六间办公室 就各分两边 那边刚好就三位立委 最近都 曾经都上了很大新闻嘛 那边哪三位 高宏安啦 还有苗栗那位 陈超敏啦 还有赵振宇啊 赵振宇啊 赵振宇啊 赵振宇后来都胖子最 先讲清楚 赵振宇当然有个官室嘛 那也就是高宏安嘛 所以 现在有人说 走通那边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啊另外那边呢 另外那边就是 就是罗美林 苏乔惠很有我啦 基本上 我就都乱传了啦 哈哈哈哈 可能因为那个 新闻需求量很大 记者后来 可是刚才巧新讲的好几段 那好几段里面 包括就是 能不能 要不要让你没有办法当选 然后当选 也没有让你没有办法宣就职 让你就职 你有办法做完 媒体上有讲说 大家有在讨论说 那民进党策略 有没有是要让高宏安 先当选 当选以后再让你停 可是他停以后 应该是副市长 就要去代理啦 那这对你们来讲 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个都是 国民党要选举的人 在胡说八道 第一个 第一个他欲众可以宣誓 所以他绝对可以就任市长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再来 他真的要 市长要下台 除非你最后被判刑 被尺头攻减等等 那一定是很久的事情 如果我可以拿司法当工具 我不会选钱 选钱不是效果更好 对不对 投票以前 我就跑去给你乐坛 我就给你搜索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吗 你说会有反效果 我觉得有反效果 不一定啊 不可怕 如果我可以指挥 说检掉真的 什么时候动作的话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是尊重司法的办案 就看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案子怎么走 不过他大概 大概如果像那昨天案情 这样征办的结果 其实60万算是很高 很高金额交保了 60万贪污治罪条例 因为他牵涉的比较复杂 你知道像高奉安这样的案子 贪污治罪条例 像林志庙那个案子 那因为涉及到公共事务 涉及到一大堆的财务 什么什么一大堆 那你说交保金额 60万其实对一般人听起来 会觉得不算低啦 会觉得不算低60万 可是贪污治罪 他的金额也有更高 高很多的 当然也有 可是60万 冬豪刚刚讲的是 好应该这样说 因为节目好歹 我们要录两个 两个小时左右 不能一 一开始就讲这一段 因为现在其实对高奉安来讲 跑司法的或是当律师 所有司法界的人 应该都会说 其实现在不要再考虑 检方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了 就直接考虑到院方去 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我是检察官 我叫你60万交保 那积押就更不要讲了 我叫你积押 我积押 我请法院上法院生押 或是我叫你60万交保 结果这个案子我跟你不起诉 不可能不急诉 有这种事吗 不可能不急诉 对吗 所以我说其实现在讨论 如果我是假官 我如果不急诉 要怎么写啊 对吧是不是 一般的跑司法都知道 当你已经做这个以后 大概大概就是在讲说 好起诉 只是时间什么时候 那就是要认真看待的是 检方手上有什么证据 起诉不代表有罪 到院方去 大家去就院方中立的立场 因为你现在看我就是有罪 我怎么样看 我打扮得再漂亮 你还是觉得我丑 没关系 我们到院方去 把所有东西摊开到院方那讲 高宏安现在准备的可能就是 这一块了吧 大概就这样 但正好高宏安的政治路呢 这个一路这个案子 大概就如影随形吧 那接下来呢 因为其实一审有罪要停止 这不是解职要停止 那一审的话 这个案子应该不会拖太久 这个案子一年能够拖到一年一审 我觉得差不多 所以别人说高宏安在很短时间内 就要面临到停止这件事 那可能有罪没罪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如果有罪的话就是停止 那如果没有罪的话 其实我觉得高宏安这件事情 已经充分的政治化 就是说 相信他的人就相信他 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 那为什么一个单纯的案子 会充分的变成政治化 我觉得我们在座 大概都有一点责任 就是我们真的把这案子 很大成分当成政治在讨论 所以我觉得以高宏安來說 他最佳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件事情 真的是好好请个律师 他真的要好好请个律师 在司法上要寻求 司法上的空间 第二件事情 我坦白讲 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有罪 他的政治生命或许结束 可是我觉得他社会上 还是会有一批人蛮相信他的 当然 昨天在培檢也有人在外面声援 有人骂他也有人声援 这件事情是民进党一直要否认 包括我就是说 这次没有政治力 没有政治力跟政治无关 可是如果跟政治力无关的话 怎么会高宏安 会变成 一直以来有一批人相信他 这次到至今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可是实物上在最后投票结果 在新竹9万多其实就9万多票投给他 所以我觉得高宏安 我认为第一件事 高宏安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他真的是把整个律师 好好请 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我认为民进党党公司在这案子上 不要再发言 尤其是包含柯总召 我认为 今天还蛮结实的 因为有人直接去问他 对 他要露出颤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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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笑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当市企已经进入到司法 他会有司法告诉我们一个 对或错 那现在就是要修补社会上的对立了 那俊县委员刚才的发言很适合吗 我觉得下一次 我如果没提醒他会露出颤笑 赶快收回参笑 他会不小心 偷摔了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已经要到收尾的地方 对 我觉得社会上的这个裂痕 我觉得民进党要 来来 就是高文化已经荡选了 他也一定可以 就算昨天被收拾 他还是市长 我刚强调就是说 没有什么没收选举 民进党借司法 要重新办选举 这个胡说八道 那另外 接下来就是一个司法审判 刚大律师给我们指点出来 我说 对对对 几乎啦 这些我也不可以笑 我是认为 以后就是很长的一条 一条司法路 除非说检方有发现什么新证据 才可能再去提 再去 有什么司法的强制处分 再去深压 除非发现什么新证据 对对对对对 他才会有 否则的话 这个案子以后就是 准备找到法院去了 对 那也没有什么 你说会有什么政治效应 基本上 这已经选举完了 嗯 那接下来就是 这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要吗 但是正好的意思是说 就是民进党的朋友 我补一件事 四叉猫昨天去送 送海鲜粥 对 我坦白来我跟四叉猫很熟 他一路爆料 我觉得蛮厉害的 可是你去送海鲜粥 其实我坦白讲 这是对于民进党是加分 我说对于整个社会裂痕 是好的事情 你去鞭尸 就是你已经送海鲜粥 等于是鞭尸了 然后去蹭一波热度 然后上一波新闻 我觉得这些都是扣分 就是最后一开始操作都是对的 那我也认为犯错了 你最后去做啦 我都觉得应该 可是你到最后送了海鲜粥 然后我就过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 大概看到那个感受 就是側翼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 该怎么调查 他如果真的有罪犯 就是抓去关 那不然怎么办 但是很多就是民进党 那种側翼或是网红 他在过程当中的感觉 我就会让中间选民觉得 你们是不是从头到尾 就是在故意搞他 反而会加重 现在民进党 不想要的这个部分 OK 当然我刚刚就讲说 其实您讲说 包括如果要是被起诉 也不代表罪 更何况现在还没到内部 只是从经验上来看 东豪跑了那么久的司法 大概交保啦 或者什么都很多 几乎大概会是起诉 那面对到法院去以后 看怎么样去争取清白这一块 可是现在如果政治论政治 就是一副大家很少有人会关心 一个县市副市长 但是这次也是大家特别在乎 新竹的副市长会是谁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地方制度法 里面的规定啊 就如果万一要是公安 有面临到 有没有停职的问题的话 那副市长要代理 这时候大家就讲说 那这时候副市长是谁 你很少有人会关心副市长是谁啊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讲副市长很重要啊 我们要看超官的副市长啊 因为他很奇怪就是说 你看检检察官北检的动作 整个搜索一直到密集约谈 你可以看的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大概要走到后面了 后面了差不多收网 差不多要走到后面了 那现在比较充分的东西 是2020年的2月到12月 也就是所谓的小兔战策 那一个跟那个东西 那那个是最完整的 最完整的 那当然你还有2021年到2022年 是不是还有同样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 以现有的前面的这一部分 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力足够的话 就足以起诉了 就足以起诉了 当然起诉时间的时间会涉及到 你后面一审的时间 如果我起诉越早 我可能一审的时间会越早 那看来大概起诉的时间 应该是拖不过容易过年前了 那你这样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地方制度法说了 因为它是涉及贪污制罪条例 非图立罪一审判决就停止 停止完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由副市长代理 除非这位副市长说 我不敢 我也迟了 然后才由内政部派行动也蛮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副市长代理 那副市长就很重要了 第一个一审判决的时间点 会是在什么时候 总统登记前 总统选举期间 总统选举后 这有什么差别吗 这三个市长 这涉及到 第一个 柯文哲要不要选啊 民中党啊 民中党 柯文哲选不选啊 那你是选举前 柯文哲面临 如果新竹市被停职 贪污一审判决有期徒刑 大家开始问你啊 你怎么处理公安安的问题 那未来的这个副市长 具不具有政治性 在新竹市帮柯文哲打仗 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一定要有政治性啊 因为本来大家就说 这是他唯一的贪投保 对 结果后来你要是摆一个 没有政治性的 那我要这个贪投保干嘛 所以啊 那个副市长 所以相对 在总统大选 如果柯要选 那这个副市长 在贪投保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是在选举期间 选前或是什么 那你当然说是 选后判决的话 那就大概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就等于说是 呃代理的重要性 已经跨过总统选举 那基本上 他的重要性 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当检察官起诉 时间越早 那推估 如果一年内起诉 那可能就会碰到 总统选举期间 那这位副市长 就相对重要 所以 当然啊 就是说 我们从来不会去太在意 一位副市长 因为第一个 他是民众党的唯一探头法 然后偏偏又有一个民众党的主席 想要选总统 所以新竹市就变得相对重要 当然啦 那故事情节 是大家好奇有趣 那个千变万化 周转啊 情节每天 每天变啊 每天都会有新的情节出来 那个是 呃情节 呃非常 呃丰富 嗯 吸引人 嗯但是你说到政治效应的话 他还会跟 民众党总统大选签在一起 所以他那个副市长 就相对是不是具政治性 是不是未来会帮打选战等等 那就看得出来嘛 柯文哲为什么一直要跟高雯文 讨论人士 讨论人士嘛 讨论人士嘛 他会不会自荐当副市长 应该不会吧 可以哦 他直接 那有人说不行啊 新竹市代理市长 所以是柯文哲跟高雯说 我要当新竹市副市长 被高雯拒绝 他不然他 然后被佐冠廷爆料 所以要告佐冠廷 对 开玩笑 我讲完会被柯文哲 开玩笑 所以你看他 为什么副市长会变得重要嘛 为什么会 柯文哲也很积极的 要跟高雯安 讨论一下 新竹市的人士问题嘛 那如果 如果讲到这 这会在新竹 尤其科技界 这么多朋友创下 你们说这些 听到大家已经讨论到这个层次 就像你一开始讲的 封城 接下来真的一个风雨 真的不知道 这往下一直延烧 到底是好是坏 尤其对新竹市民来讲 其实新竹市民平常也没有那么关心这个市政府 然后新竹市里面 其实坦白讲 新竹市的以前的时候的市长 非常精彩的就很多嘛 比如说党外的 这个还在戒严时代的私信中 就非常精彩 然后后来蔡仁坚也非常精彩 所以只是为了他们茶余犯后会讲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这一次希望有一个高雯安是比较有科技背景的 是理工女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这种风风雨雨之下 他们会有点叹息了 最后怎么选出这个结果 然后他们这后面也就是风风雨雨 就会继续下去 倒也就是这回事了 OK 那创下请问一下 这件事情当然刚刚讲到说 他已经会不会影响到 包括总统大选这些 这一次一二六选战选完以后 那后来赖清德 赖清德已经宣布 也已经领表了嘛 要参选民党党主席 大家讲说 未来是不是民党会定于一针 可是这一次一二六大选 民党在所有的检讨那个里头 那有人在讨论 就出现一些声音在讨论 包括内阁啦 因为这是地方选举嘛 包括内政的一些问题 然后台湾民意基地会出了一个 出现了一份民调 这讲说大概超过五成人觉得 这些对小林总统来讲的话 就换与不换之间 到底差别在哪 其实基本上现在是这样子 你看上个礼拜开始 王世坚不是一直要 蘇生昌应该自所进退嘛 带走你的那个壮球干嘛 然后蘇生昌出来讲说 总统要我稳定政局 开创新局嘛 可是昨天的民意基地会 出来了民调告诉你说 大多数的人民 比较希望是开创新局 那稳定政局 这个比较没有意见 因为认为不该换隔壁 那颗总辞的 而且立刻在年底前 就不是等到一月十三号 或农历年 就是应该要为败选 而不是阶段性任务完成 为败选负责任的是百分之五十三点二 这个是过半以上的认为就该走 但是该走之后呢 第一个是说 当天不也传出来吗 他见到蔡英文就说 我要请辞 然后蔡英文说不必 然后就一位就留 你不用走 一位就留 可是一位就留就代表 蘇生昌其实现在实在不想走嘛 那不想走之后 蔡英文的个性 其实你会看到他常常很多事情 很麻烦的时候 他不会想要处理嘛 包含无人机在金门那边飞来飞去的时候 也要拖好久之后 他才会处理嘛 所以这个是蔡英文现在很麻烦 那为什么麻烦 就是如果现在换掉隔壁 那换谁呢 那换谁呢 那先前的时候 英系开始讲 就陈建仁啊 但是陈建仁是充满了圣光 但是这个充满圣光的人 到立法院里面 他有人力去对付这些牛鬼蛇神 你讲圣光一定要双手核实嘛 对啊 因为他非常的崇敬 昨天 今天凌晨也有人双手核实 充满圣光嘛 所以陈建仁适合嘛 那另外一个 这一次选举里面 还是看得出来 对于疫苗 对于高端 那陈建仁在这里面的角色 到时候会不会变成剑吧 然后陈建仁有人力去处理这么复杂的政治吗 或陈建仁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要被讨论的 那当然又有人提到的是顾立雄嘛 那顾立雄的问题出来是说 他行政力量有 嗯 他懂法律也没问题 然后呢 个性呢其实也蛮强硬的 但是又没有像那个 陈建仁那么的充满圣光 另外一个状况是 他出来之后 当然民进党那边 会有比较麻烦 因为现在民进党 大家开始也要开创新局啊 都要信赖台湾啊 我只是书成不投降 连殷信的人都到那边去了 那这个派系之间的平衡 那顾立雄基本上 没什么派系 跟这些都没有渊源 他基本上就是跟蔡英 然后就这样子 所以他如果去接了 那民进党各派系的平衡 就变成一个很复杂 第二个呢 顾立雄跟国民党 是有血海深仇的 嗯 国民党立委一定会找他麻烦 因为顾立雄最早入阁 是党产会 所以党产会 国民党对他是有血海深仇的 会被国民党看到顾立雄之后 整个朝野之间 大家希望能够和谐一点 又是一个冲突 他讲话风格跟苏貞昌也很类似啊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灿烂 我们很喜欢苏貞昌的风格 在那叫什么 民居憲委员支持朱立倫 徐小新支持苏貞 抗开两党之间 还是会互相欣赏的 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所以现在内阁真的是处于就是大家在讨论 要不要换 可是苏院长一直跟你讲 对 因为小英就是希望他要稳定政局啊 或是或或做做什么样一些 难道就是一路上这样就到二零二四了吗 当然小英希望他稳定政局 这句话其实就告诉你一件事嘛 我就是不走嘛 我要稳定政局的嘛 我为什么要走 其实你看苏貞昌之前在选举过程当中 以及之前他都认为好像选举 九合一选举的胜败是党的事 不甘行政院的事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说你看啊 要钱给钱啊 要什么给什么啊 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嘛 当然小英跟他说 那你就留下来了 我敢保证他马上一定说好 符合他的个性 他一直想要跟蔡英文统进队嘛 就等于说想要做到二零二四嘛 那他想一直要这样做下去 但是问题是民进党内部里面 对于苏貞昌留任 对民进党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实他们也都在私底下也都在讨论嘛 可是你就听到王世坚高嘉瑜 这几个有在有在讲这些 你没有听到其他的派系有有 怎么没有公开讲而已啊 等一下问他 没有公开讲啊 你说最简单的一件事 如果整个二零二四选举 如果苏貞昌一直在 他形成了民进党的负数 你赖清德管党管得再好 你都要被他牵扯啊 你都要被他扯住啊 所以你私底下去问一些派系里面 希望二零二四可以 可以让赖清德选好一点 能够把执政权不要丢掉 私底下你去问哪一个不希望 苏貞昌离开 你得要问他吗 你得要问 私下有问过啦 我没有回答 私下有问过啦 所以有很多的状态 有很多的状态 不来就是 只是谁公开出来讲 跟私底下在抱怨的事啊 你说蔡英文要苏貞昌留任 那蔡英文的鷹派 应该不会吭声吧 但是鷹派很多私底下 也是认为该换啊 也认为应该要换啊 那私底下 如果照你讲的私底下 大家有这么多意见 以民进党的个性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吭声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嘛 第一个 英系的老大叫蔡英文 蔡英文掌握了征召权 然后大败 然后英系在那边也选择 呃 陈时中什么野苏 呃 啊大家也没能力放炮 啊新潮流里面当然 为了赖清德 啊不要去挑战金上 因为二零一九年 赖清德跟小英那一次对抗里面 其实某种程度上 呃 英粉嗯 嗯嗯他的心结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还在存在的 不要扩大 哦不要扩大 哦不然扩大下去 对赖清德也是不利的 所以赖清德为什么 呃第一个很尊重蔡英文 先去询问蔡英文 说他选党主席好不好 意见怎么样 然后决定以后第一件事情 先跟蔡英文报告 所以呢某种程度上也尊英嘛 那大家也希望他选的话 那当然就不希望是这样啊 那英系当然新潮流 开干的话 那会间接 让大家想起 二零一九年新潮流挺 挺赖清德 然后挑战 蔡英文 对内阁的隔盔权 OK 他马上又会形成冲突嘛 嗯 那政国会当然不讲话 嗯 政国会也选择 你看那个 从北台湾那两个 基隆到 台北 新北 新北 你说政国会 还出来大声 大声拼拼什么 所以他们变成 每一个派系 就 台面上政治人物 都处于一个尴尬期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菁姐 他讲的是真的吗 那个 嗯 嗯 那个哥鬼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还是我要把这题目跳过去 还是我要帮你回答好了 嗯 所以他下台 哈哈哈哈 他要不要不要在题目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 要不要放歌鬼 虽然我 我也没有很 很多的评论自由 但是我还是要讲 组阁是 小恩总统的权利 当然 我们尊重小恩总统的权利 你看嘛 你看嘛 赖系人嘛 尊英的 尊英的态度嘛 不过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实是去做一个 综合考量 嗯 因为现在离 我们讲的那个 预算会期升完 嗯 今天大概决定到1月13号 1月13号 1月中就会有 态势就会比较明显 我认为 换不换 总统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才会很务实的说 哈哈 公众小恩总统 哎 郑老 你没有觉得 其实两党都有一些 内部要处理一些的 矛盾问题 那民党来讲 你很少在节目里面 听到 林俊彦讲几话来 连题目都要问两次 这到底是什么 一个题目 国民党也是 国民党现在面临到 内部就要事在交替 像这样一些矛盾吗 因为很多像 巧欣说 已经百分之要挑战 包括在党内的立委 或什么 这些都是 两大阵影里面 各自的一些问题吗 先讲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 我最近跟一些 包含俊彦 包含这个 不讲名 俊彦哥 只要在派系 稍微有要脚的 遇到这问题 就结巴 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换比较好 你不论从 应该负起政治责任来说 又或者是说 明年的内阁 应该是浮选内阁 来说 我觉得换都一定是比较好的 可是没有一个民进党敢讲 除了高嘉瑜 跟王世坚之外 大概没有人来讲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会很不像 大家认识的民进党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给民众直观感受 是民进党没有在反省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就说 责任政治的最本质 已经跟你所谓的 你自己觉得做得好不好 是无关的 你投票就是一个最大的 民意基础 这个测试 你投票结果 对你投下否定票的时候 就下台 那这个下台 你才能让民意 民众对于执政党的不满 或怒火 到一个地步 你苏仁昌说再大尾 日本掉两个首相 安倍跟菅义伟 英国也掉两个首相 Boris Johnson 还有特拉斯 没有办法 你民意反复就掉下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过去国民党执政也是这样 过去民进党执政 赖清乐当行政院长也是这样 可是从来没有一次现在变成说 好像苏仁昌赖的不走 大家就拿他没皮条的感觉 对不对 就好像现在就只有一些不怕死的 感觉要苏仁昌下台 对不对 那我是不怕死 对不对 我年纪轻 可是如果苏仁昌不下来 死的是全民进党 哪这么严重 当然是 因为他会变成一个包袱 你跟徐小新多呵护苏仁昌 你不要问他 他有要苏仁昌下台吗 现在国民党 民進黨挺蘇貞昌 然後蘇貞昌挺助理人 對啊 他們都在呵護對方的弱點嘛 對不對 沒有 強項 強項 對不對 這再清楚不過嘛 那當然你說小英總統知道這件事 當然知道嘛 可是他有時候 即便是蔡英偉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需要一些巧勁嘛 需要一些社會上的推力嘛 你好 今天所有反民進黨的都 國民黨呵護蘇貞昌 民進黨內部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去對蘇貞昌說出什麼話 然後只有這種孤魂野鬼 黃春夏哥這種就是正義之事 叫蘇貞昌下台 那蔡英偉的巧勁不夠啊 那巧勁不夠的狀況之下 蘇貞昌就會繼續做啊 那我也無所謂嘛 蘇貞昌繼續做 繼續做就繼續罵而已嘛 對不對就這樣 那對於國民黨來說 世代交替 世代交替我覺得很有趣啦 就是說 就是說最近 那個這個的巧勁跟老廢 廢老先生 什麼樣子 第一槍打起來嘛 那我覺得在巧勁的立場 沒錯嘛 我想更上一層樓有什麼錯 而且更沒有落跑問題 選區完全重疊 第一個選區完全重疊 沒有落跑問題 那今天我看到一個新聞很有趣啊 就是說可能是這個 這個老人家放出來的話 他說他罵 因為現在其實不只巧勁 很多2018 18T的人都蠢蠢蠢蠢 18年國民黨優秀的 雪上市議員都蠢蠢欲動 那他們最近就有一波這個新聞 今天說這些人也不想一想 年初在選舉過程中 你們就受這個現任保障 你們就是既得利益者 那你們現在怎麼又去挑戰 現任的立委 大概是這樣論述 這論述也很好笑嘛 我坦白講 現在想要挑戰立委的 不用現任保障 他們這次議員也會上好不好 所以他們初選 難道巧勁選一個初選 假設國民黨那個朋友之類的 巧勁議員就會掉下來嗎 國民黨的先人保障 永遠在保障老議員 不是保障新 就是新一輩的議員 所以我覺得如果國民黨 有這種世代交曆 站在我的立場 永遠是歡迎 可是會不會出現 一個聲音講說 如果太多人都去這樣選 會講說 你看你們國民黨 這麼多人落跑 跑去選立委 那當時對選民的程度 就一個 就已經會被講話了 兩個三個 會不會出現這種聲音 可是你還說 因為巧勁選區是完全重疊 他完全就在收上信義 就完全重疊 對不對 比如說有的議員 我坦白講 如果跑去 明明收上信義 跑去不要講王宏偉 太敏感 跑去大岸文山 去爭林一華奈襲 那就過分了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 國民黨還是要思考 就從裡面 一華姐這邊 去那邊挑大岸文山去挑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接受 民進黨也是這樣搞新陳代謝 我也很簡單 黃國書那時候 浮選完去選什麼立委 對不對也是這樣搞新陳代謝 大家是不會去對待多做的評論 那你如果硬要跳選區 或是像王宏偉跳有點多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 像巧勁這種立委 我覺得大家 費紅太我覺得 你幹嘛怕個小女生啊 你覺得他有怕嗎 蛤 你覺得他有怕嗎 他很生氣啊 多為黨做點事吧 他不為黨想一想啊 對啊 那我覺得你就初選 你一定要指著巧勁看看 感覺上念有一點 對巧勁有不滿的感覺 沒有我是費紅太上神比較像 巧勁應該做一個圖表出來 我為黨出了什麼事 你早就要費紅太有做什麼事 來不滿了 借機會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這件事情是從你開始 可是他不是第一個 他不是最後一個 你後面 媒體上還有抱好幾位的 像這些選 真的會有一些 包括黨內聲音的困擾嗎 這只是說 因為我們黨內每一次立委選舉 那都會有先有黨內的初選嘛 初選完之後呢 才會拿到大選的門票嘛 那每一次其實也都會有議員 去參加初選嘛 那初選又不是你參加 你就一定會過 那你沒有比人家強 那當然還是他現任的人去選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黨內的流程 那當時我是被問到說 那國民黨內有辦初選 那你會不會去報名 我就說會啊 我會去報名 那我知道的是有很多很優秀的議員 他們也有打算參加這個初選 所以並不是說 每一個去參加初選的人 他都會去最後在2024裡面去選 選立委 那是你自己你要夠強 那為什麼會談到世代交替這個議題 是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多人 他們只是目前沒有表態 可能年後的時候才會看到 那這個代表說什麼 代表他們如果夠強 能夠贏得出 贏過這個在初選贏過對方的話 那國民黨的整體的新陳代謝 也會加快非常多 所以我是看到這個趨勢 我在分析這個趨勢 尤其是你看到我們2022年 那整個這個縣市長選這麼多 那很多還蠻優秀年輕人 他們接下來他們都會入小內閣 然後或者是說 他可能會到市政府裡面去工作 開始歷練 那在一個政黨裡面 你要不斷的讓人才歷練 這個時候這個政黨才會健康 其實不是國民黨才有這個問題啊 民進黨也碰到這個問題啊 我先跳脫國民黨 必須要支持蘇貞昌的理念跟想法出來 講一些公道話 那你又老又做的差 那你不下來誰下來嘛 就蘇貞昌夢想的問題就是這樣啊 你一直卡著那個位置 所有的位置包括喔 不只蘇貞昌一個個人喔 你組閣裡面是不是很多 包括那種國營事業什麼 都是你蘇貞昌的人 那你長期的霸占了這些職位之後 那其他派系的人他沒有歷練到 等到2024年要選的時候 那請問人才哪裡來 就算他們選上了以後 請問人才哪裡擺 你沒有經過歷練 所以其實這個不只是 國民黨 民進黨也一樣 那請問一下 這個政黨都一樣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民黨已經定於一尊 其實不只是蘇貞昌新竹黨主席 政府2024大概 大概就是蘇貞昌德會代表民黨出征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 只能用人才濟濟來形容 因為太多 那你前幾天 你又在媒體上接點名 你說你們最強的是郭台銘 我是被問到說誰是最強的嘛 那我覺得最強的是郭台銘 可是我後面 沒有我後面有講 就是說強不代表最後會勝選 那因為他有碰到 他也有一些他的阻礙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跟侯友宜都很強 都很強 但是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天的訪問後面有 只是新聞就沒報了 我後面有點名 侯友宜啊 盧秀燕啊 我點了很多人 但是你一開始就說 郭台銘最強的 沒有沒有 他只問泛藍而已 他沒有問國民黨 他如果問國民黨 國民黨最強的是侯友宜 我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講 他問說整體的這個泛藍勢力裡面 那有誰你覺得是比較強的嗎 那郭台銘我就直接講 因為我身邊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們當時就是在打BNT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覺得說 如果不是因為郭台銘 他有去跟民進黨力爭的話 那我們大家都打不到疫苗 那現在可能生活過更慘 是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很多都有跟我反應這問題 因為打BNT的年輕人最多 因為那施打順序的問題 一開始長輩就有AZ可以打 然後年輕人一直被排在後面的順位 打不到疫苗 只有高端可以選 所以當這些民間團體 為什麼當時在選戰期間的時候 那周玉寇去批評了慈濟 引發這麼大的反彈 就是因為年輕人覺得說 如果不是台積電 慈濟跟郭台銘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他強是強 但是就像剛剛孕婦哥講到的 第一個他不是國民黨的 第二個我覺得就算強的人 如果整個泛藍沒有整合出一組候選人 是什麼兩三組 那強也變得不強了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跟侯友宜 他們兩個都很強 整體泛藍我覺得郭台銘強 但是國民黨裡面我覺得侯友宜最強 但是如果不整合 但是如果不整合 兩個都弱 兩個都會變成是最弱的 那這個時候賴清德就會變成最強 可是東豪 對國民黨來講最難解決 是不是就整合這兩個字 就大家只要有機會以後 每個都是個例三頭 傳統上這樣 可是對民進黨來說 看起來尤其 因為這次的1.26的敗選 反而變單純的多 那就來清德 就出來準備 就是2020打一仗 就這樣了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但是事情的發展 永遠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這個樣子 先講民進黨 我直接那麼講 就是我們從 當然這有點結果論 從我們有民選總統以來 每一任的民選總統都連任成功 但是每一個執政黨的接棒都失敗 賴清德當然強 但是我講這句話 意思是說那這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馬英九連任成功啊 2014失敗啊 2018看起來國民黨大贏啊 可是2020就是輸啊 而且輸很慘啊 那李登輝實在就更不要講 那個就是連送分裂 所以這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總統候選人來講 民進黨當然相對單純 應該就賴清德了 可是民進黨的內部整合 團結 跟重新贏回民心這件事情 還沒有 所以他們不是候選人的問題 對 那國民黨當然是候選問題 可是因為前幾天 朱葉仁跟侯友宜在新北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漂亮 朱葉仁就講我當總教練嘛 英雄是侯友宜嘛 就是已經把一個場面做給侯友宜了嘛 那侯友宜剩下就是出場的問題 怎麼出場漂亮 你覺得這句話是代表朱葉仁不選要讓侯友宜選 如果朱葉仁沒有造作 那就會形成反作友 這很實際的 你話講不去的嘛 我是總教練 我一定推最強的嘛 然後又講侯友宜是 2022年的英雄嘛 最強母雞嘛 選民對藍軍的支持者 他怎麼去解讀這個話 你如果做出來結果 剛好跟一般的人想像 他就有反作友宜 那有反作友宜的時候 就幹嘛 看戲啊 對我來講就看戲啦 那侯友宜要怎麼出場 因為侯友宜過去在在在國家 國政事務上面是相對模糊 當然他一定會做準備 所以然後侯跟郭跟其他的人 所以國民黨來講也 或者泛南來講也是整合 因為郭台銘當然有BMP光環 不用否認 越北部效果越好 對然後他又是新北市市長 相對於這個賴清德 你雖然是新北市出身萬里人 可是人家現在的執政權 是在好友宜手上 還有一個你要考慮第三者 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如果參選 他帶走的選票是什麼選票 也許裡面有些選票 過去是會優先支持民進黨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朱立倫講說 他是總教練 OK 那未來他會不會繼續當總教練 朱跟猴之間能不能談好 如果他們談得好 2024年的等於說明年 2023年的國民黨真的會很強 好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最近我請問一下媒體上報導說 因為最近兵役要不要延長國防部 現在國防部大概都不會跟你講說 要在年底 就這件事情大家講說 跟選戰的結果會不會有關係 甚或跟2024會不會有關係 甚或有媒體直接報導說 賴夫對於兵役要不要延長 會不會影響到2024有一番的一些考量 有這個考量嗎 這個賴清德開始說 決定要參選黨主席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會扯到他 什麼爐渣的事情 什麼兵役的問題 這兵役的問題就我了解 這其實是個重大問題 而且跨部會 所以在整個黨內的討論過程裡面 因為不是副總統的職權範圍 所以賴清德幾乎都沒有參與 所以相關的 所以那個報導基本上沒有就回事 胡說八道 什麼什麼 賴清德又把他延後等等 結果了解到 這種疫情的延長 包括總統幕僚群的討論 甚至於跟國會 民進黨在國外交委員會的立委 這麼的討論 這也不關乎總統的事 所以基本上就是黨內到底有沒有共識的問題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因為民進黨大敗選以後 輸掉這種選舉 那大家在檢討原因 很多人把認為兵役延長這個事情 當作其中就是戰犯 那到底是不是啊 像我個人就不完全認同 我並不完全認同說 因為你是個兵力問題 要造成民進黨選輸 所以如果應承到賴清德 我覺得根本上就是選舉時候 你覺得就是要某張水果嗎 賴清德已經浮出頭了 當然當然就先打他嘛 但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但民進黨還是要回歸來面對別人 要不要處理 對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可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其實會長到這個 當然會面對到所謂的兩岸的問題 兩岸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有沒有影響 是因為你說包括俄國戰爭什麼這些 一路言下還包括習大大 你說二十大以後 他的態勢會不會變得更強硬 可是現在看起來正好 第一個媒體上報導說老美也會顧 因為老共那時候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 他那個軍艦跟下餃子一樣 劈哩啪一直不斷的下 所以美國自己也顧到二零二五 其實老共的那個那個 船艦的數量會非常的龐大 這對美國來講一定會造成一些的威脅 全球的基地網絡對老共來講 他也到處射 那這些在未來對於包括中美爭霸會產生什麼影響 對為什麼我們是講到二零二五 二零六這兩個時間點 因為其實包含蠻多很高位級的戰略專家 都是估二零二五二零六會出事 為什麼二零二五二六會出事 原因是因為二零二四年年初 台灣選總統 年底美國選總統 年底美國選完總統之後 確定權力位置 確定之後不管是誰當選 那中國一定會開始跟美國 就台灣問題進入到深水區來協調 那進入到深水區來協調說 因為習近平二零二七年 又要再面臨連任一次 那在二零二七年之前 台灣 台灣問題如果沒有一個重大的解決 或是有一個突破 突破不見得要解決 解決就等於台灣被他吃下來 有重大突破或是解決的話 習近平二零二七更沒正當性 所以大家估二零二五二六這麼危險 就是介於二零二四美國新總統 到二零二七習近平要連任之前 中間就兩年二零二五二六嘛 你要出事一定是這兩年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估的斜點就這樣子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因為有人講說什麼什麼 萬箭齊發萬傳齊發 顯然都是不太符合真實狀況 就很困難 當然我如果是老美 或是我是台灣的國安部 我一定把說萬彈齊發的狀況評估進去 或是說萬傳齊發評估進去 可是實際上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從中國最近的軍事動作可以看出來 中國軍事動作 2025年將有四百艘的艦艇 加強中國現在所有的大計畫裡面 在2025會完成一個收尾 他的下角的計畫會有一個收尾 那這個大大艦艇 包含山東艦 遼寧艦跟福建艦 這三大航母在2025可以服役 這才是麻煩的地方 他等於有三個航母 三個航母群 那這三個航母群要服役的時候 他會變成會要幹嘛呢 封鎖台灣 這是我們一直講的北平模式 那個時候老共打北平 就是把北平圍起來 就副作役投降嘛 對不對 北平模式就是台灣北邊公共海峽 擺一個航母 我在這邊不用做我就演習喔 我不是要侵略台灣喔 然後台灣的南邊也擺個航母 可是山東福建遼寧吧 各擺一個航母 然後我就做實彈軍演 實大軍演之後呢 整個台灣是不是就被實彈軍演包圍住 那那個時候的所有天然氣 所有包含日本需要的所有商船 全部卡住 你那時候保戰爭險都不過去喔 初期可能會保戰爭險喔 像俄物戰爭那時候黑海初期是給戰爭險喔 保費多十倍二十倍 可能是俄物戰爭結束之後 結束之後 對打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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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段的時候 你加戰爭險 保險公司也不受理阿 因為他風險太大了 所以那時候連保戰爭險 船都過不來 好 勞公這樣唯唯唯唯唯唯 那到全世界會譴責對不對 然後台灣內部壓力很大對不對 好 兩禮拜首灘 我們一直以爲會唯ath 你說他 你說老共什麼都不做 就兩個禮拜 然後收摊以後 造成我們內部可能會 我們原本以為會圍半年一年 然後兩個月三個月 我就聽到說法 我就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我收攤 然後再過一個月再來圍一次 再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再圍一個禮拜 就這樣不斷的圍 可是這樣老美是塑膠嗎 可是我演習啊 因為它是灰色地帶中的灰色地帶 原本圍台灣已經是灰色地帶 圍台灣那時候我們已經講說 老美要這個可能要對撞或什麼的 可是如果它居演一個禮拜 那就強迫什麼 美國跟中國幾乎到更深水區的 更深水區的磋商 那這個更深水區的磋商的過程中 當台積電在中國 台積電從台灣慢慢移到美國的時候 那台灣的籌碼會降低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是都要考慮的 就是說我們不要什麼時候想說 那老美呢 那老美呢 我們不是想要老美 我說那國軍咧 國軍面對到這個狀況 你要怎麼處理 可是他演習 基本上他又不在我們的領海 就像這一次 那我們的國軍 你說我總不能因為這樣我就打你啊 那不在我們的領海 國軍不能打 那老美更不能打啦 可是老美可以用某種方式 你在你的演習 可是他覺得那是國際海域 然後他做他的演習 相對逼著你動 對 可是變短兵相接嘛 所以那個可能對於台灣整個台灣內部那個 那個壓力 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對於中國來說 因為下腳子看懂了 後來不是說 這個下腳子不是說什麼要去對 對什麼美國一對一片 沒有 他是比火車對仗 他去跟GAM 把整個台灣圍起來 才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戰隊專家分析 會在2025 2026就這樣原因 然後最有可能的狀況 就是包圍台灣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戰隊專家分析 會在2025 2026就這樣原因 然後最有可能的狀況 就是包圍台灣 那包圍也不要想說 就是一圍圍個20天 30天 三個月 不是 他如果最怕是鬆鬆緊緊 我覺得台灣內部會先撐不住 那這件事要回過頭還是什麼 如果台灣現在對於當兵 要不要大概一年都沒共識的話 我保證那時候 2025年的時候一定先崩潰 就炒翻了 先炒翻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民進黨認為 抗中保台是你們的主基調 而且這件事情也是 台灣未來該做的事情的話 兵役推一年 絕對不該這麼這麼的扭捏 對不對 這應該是很好很簡單邏輯 不是因為怕人民反彈 哇 你當兵役一年怕人民反彈 那老公打來就不怕人民反彈 如果在大師大費面前 應該沒有什麼什麼 什麼人民反彈 所以我一直認為兵役 就可以走一年嘛 而且內部應該改革嘛 這就沒有做的話 我坦白講 如果民進黨不做這件事 你很難說服大家說 在2024年 抗中保台是主基調 OK 可是上下 剛才講的這個基調 可是前提就是 老美也沒有辦法有任何作為 這跟最近美國一天到晚 不管是喊 或是實際作為 很多這樣 今天媒體在報導說 他們搞不好還想要派官員 常駐台灣 包括他一天到晚 你現在看NMB B2B啊 什麼一大堆的那種 那這些都做假的嗎 所以老美的那個五角大廈 助理副部長 印太的那個助理副部長 2023年 是美國在印太軍事部署 激烈性變革的一年 所以他們當然就算到 剛剛鄭浩講的那些規範 剛剛講那個規範裡面 那些所謂的攻台的準備 其實在前幾天的歐亞時報 歐亞時報雖然是在瑞士 可是一向跟中國大外宣 比較有關係 就講到這個劇本 而這個劇本是什麼 就是當年的時候 靜雯宮打楚國的方法 我就讓你施老兵皮 來一下退一下 來一下 這個方法大家都算到 那美國現在是這樣 出動航空母統戰鬥群 太貴了 所以他們為什麼先前的時候 印太司令講說 閃電航母 所以你來軍演 我也來軍演 但是有一條線 你看美國一直在講 一件事情 臺灣海峽是國際公海上 認知的公海 所以意思就是 到時候你這邊軍演 我也來軍演 我們要互相監看 那監看在臺灣海峽 你不能影響他的航運 所以那個是美國 劃下來一條紅線 那當然這條紅線 就會跟中國有個強縫 那另外一個 美國要展現什麼 要拘裂變革呢 所以第一個 他們對臺灣 大概是有不耐煩的 你看艾斯培講了多少次了 你們的兵力是不足的 美國也一直講的是 協助臺灣防衛 記得是協助 不是美國扛起臺灣防衛 所以你臺灣有什麼辦法 那臺灣的兵役 他們就認為不足嘛 所以不足之後是現在呢 開始在這個幾天之內 就會審過國防授權法 而國防授權法 除了一百億給我們以外 一百億美金 他們就加了一條 是不是先用一個 因為他們現在跟中國的關係不好嘛 然後在中國不能理解 但是又要學中文 因為他們官員如果不懂中文 你怎麼去理解中國人的邏輯呢 那學中文所以 第一個派官員來臺灣 第一年說得好聽 叫做協助臺灣 來臺灣學中文 叫做整個美中在交往的時候 文化交流 那第二個 開始呢一年派十個人 是不是進駐到 臺灣的相關部門 然後呢當一個 可能就是一個學習實習生 但是去了解臺灣的決策過程 和決策模式 那什麼為什麼 官員了解我們臺灣的決策過程 決策模式呢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啊 就剛剛講的啊 光一個兵役問題 你就要扯這麼久 那扯這麼久之後 你們到底在思維什麼 所以美國其實是表達 他其實很在乎我們 你們這個防衛 那另外一個美國 也展現一個能力 這個能力叫做什麼 今夜極戰 他除了剛剛那種部署之外 因為整個中國 大家在想像的就是 到底多久能來 到底你的兵力投射 速度和時間怎麼樣 所以他會很特殊的 最近金小胖 不是又在跟他們的 互射啊 什麼的狀況 所以他呢 美國推特 公布他們在韓國的駐軍 他們晚上在整個五號六號的時候 炮火實射 然後其實這個東西 他們常常進行這樣的一個訓練 但是他們除了 你還講了一句話 展現我們美軍 今夜極戰 今天晚上我就可以作戰 你不要以為有拖延 那什麼叫今夜極戰 馬上就告訴你說 他們不是把B21已經亮相了嗎 那是下一世代的 戰略長城後大機 但是現在先是有人版 以後會是無人版 然後放在關島的話 以後你在台灣海峽這邊 你的航空母艦管理 是福特什麼的 我飛過來兩小時之內就到了 但是那是2030年 所以美國又展現一個狀況 就是B1B B1B他一向是進駐在美國本土 因為出來之後 可是一飛他的每次的航程 是20小時計算 但是因為他過去的 那個狀況又大 又需要空中加油 還需要人員休息 所以裡面的人員訓練是 20小時為一個航程 那其實中間呢 可能要停下來空中加油 可能會到整個關島 或者是日本那邊 做一個喘息 那這個在戰爭的戰力投射上 都沒有達到今夜極戰 所以他們現在B1B上面的人 要訓練的是40個小時 那40個小時那是什麼狀況 我飛出來之後 你過去會算 你會到日本哪邊去休息 這個航路是被看到的 所以只要老共或俄羅斯盯著 就知道你的B1B有沒有來 但是以後如果是40小時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天上飛在哪裡 可是那對人的 人的所有的精神跟各方面 那不是單純訓練 那真的是非常嚴酷的一件事情 可是其實你要知道美國這些戰略轟炸機的飛行員 那我們過去講都是萬中選一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要去做這個訓練 那當然他們上面一定有相關一個調整 那事實上美軍曾經幹過這種事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在冷戰初期的時候 他們的B29還有B52 他們是24小時永遠在天上發架 24小時所以他現在就告訴你 美國已經提升到今夜即戰 美國也做了準備 而對臺灣你的決策模式 美國覺得說怪怪的 所以要派官員進來 你就真的以為是跟我們交流嗎 他們其實是回去打報告說 原來臺灣每次討論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是討論國家安全 是討論說選票安全 那個東西不知道我們五角大廈看 你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OK 其實你看看我們現在 包括我們內部大家在自我評估 包括在自我防衛所有的過程 老共那個地方現在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一夫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現在他們的尤其疫情的狀況 你知道最近的報導非常非常多 他們是真的完全開放嗎 可是那個疫情真的爆了嗎 包括連蘇奎都在講說 他們會不會有來搶藥的一些事 社會這兩天也有媒體報導說 在北京的包括殯儀館外面 那個車都排成怎麼樣 這些報導是真的嗎 因為現在從一些自媒體 或是什麼看來 其實當他十二月七號 新十條開放到現在為止 其實各地上面的出現的一些亂象蠻多 其實你回過頭來看很多世界各國等等 他走向開放的那個亂象 事實上是中國在開放 從清零到整個要走開放 其實他是走過去世界上面走過的路 幾乎是走過的路 只不過是大家對中國人民裡面 你包括在一些網路上面或是博主上面 他們比較有些人民比較訝異的是 你前面是這樣 就清零整個是這麼嚴格 十二月七號碰一個 整個無意見他整個開放的那個速度 是幾乎沒有中間過渡期的 所以一開放整個就亂掉了 整個就亂掉 那他們之前就開始講了嘛 之前就要做動態清零很清楚 中央跟你說動態清零不是這麼嚴格 但是地方根本不管一刀切 越來越嚴格 大家就好像一碗湯 今天北京端出來這碗湯 各省開始加鹽巴 一直加鹽巴 加到白紙革命 然後突然發現這碗湯 大家鹽巴加太多了 太鹹了 不能喝了 換一百 那現在換來的時候 那大家就開始又重蹈覆測了 北京十條一出來以後 北京先開放 逐步開放 突然發現上海開放的比北京還快 上海也是極速的直追 北京十條一出來以後 北京先開放 逐步開放 突然發現上海開放得比北京還快 上海也是極速的直追 你現在所有健康碼 什麼掃碼 幾乎全部取消 餐廳什麼幾乎全部取消 你上大众运输全部取消 什么都取消 甚至于说是你连那个检测快塞 在某种条件下面 你都不是全行政区域什么 都是开始萎缩 开始缩小范围 然后医疗体系大概也有点崩盘了 那个医疗体系是 有医生你羊都被逼来上班 结果倒在第一线医疗工作死亡 然后医院就说 医院就说没有没有 他是新人性的病 但是网路上认识这一个人的人 就说他不是 他是羊还上班了三天 所以他里面医疗体系 就我当然一线城市医疗体系好 那后面他就变成 二线城市的医疗体系 要不要奔盘 其实他面临的状况 就跟全世界走过的轨迹 只不过他的突然开放 让他会更混乱 好现在看起来的话 大家在讨论这些的同时 刚才讲到 因为这是两岸之间 你也不希望 老共内部会乱啊 或什么这些 也希望他们能够 某种程度的控制 可是你看光药品的 问题也会讨论到 三通小三通的问题 那苏惠讲说 有没有抢药的问题 国民党也会有人要出来讲 可是刚光讲一个兵役 要不要延长 小心你看民党这些 包括检讨报告 虽然还没有全部订稿 可是在这两天出来 讲说讲那个抗中保台 已经他们讲说 已经被反操作成 什么要上战场 是不是 所以一个兵役 因为你一直在 全部都有讲过 你是主张 包括像你孩子 都应该要当兵 大家都当兵 或什么 可是一个兵役 决不决定这些 对于包括这些执政党的败 有关系吗 俊宪刚讲说没有 可是这些在未来 2024这一战 还会再发酵吗 我觉得兵役的问题 对于民党这次败选 影响并不是这么大 我是同一纲 俊宪委员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 被放在那种检讨报告里面 是过度的把它放大了 明明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像是苏贞昌雇人院 苏贞昌陶人院 那又不能不写呢 这个呢 不能不写这个呢 对不对 那怎么去想讲 兵役的事情 是写了几个字 权力的傲慢 那谁权力的傲慢也没讲嘛 那其实解决苏贞昌嘛 在那叫什么 现在我都还印象非常深刻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兵役这个事情 当然是一定 非得要处理不可 因为你说两岸关系 以及台湾少子化的国安问题 我在两年前我就算过了 我们后备军人的数量 很快就会不够 你不要讲说上不上战场 这我觉得也不是上战场的问题了 即便不上战场 我们后备军人的数量都不够 那这是国安问题 国安危机 所以我会觉得说 蔡英文应该要不要负责任的 在他的任期内处理完毕 我不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要拖到下一个 不管是赖清德 或是我们国民党 能够执政的话 应该是在 你其实年底就要决定了 因为他需要一年的预告 如果今年年底不公布 如果明年公布 就要再跨 2023公布 2024不能实施 要到2025 我讲一下整个脉络 我在2020年的时候 我算是第一个提出 这个议题的人 当时的国防部长 颜德发现在已经下台 当时还跟我说 这个增加义务役的疫期 会使得全体的国军战力 变弱这种话 他当时还这样讲 所以他下台了 换上新的邱国正之后 态度整个改变了 包括美国跟其他的国家 也都觉得 台湾人应该要为 自己的国家负责 所以邱国正 他态度改变之后 就往着兵役 这个义务役 疫期要延长的 轨道跟方向去走 那既然我们现任的 国防部长想法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就要赶快定案 那赶快定案就是说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包括配套措施等等 那如果你拖到下一任 我会觉得是在 蔡英文的任内 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为你现在用的国防部长 你的主张 你的方向都已经转完了 那为什么不在你的任期里面 决定这件事情 要让下一个元首来决定呢 OK 倩文请问一下 一分钟 你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这次你看过的检讨的内容 大家看过这么多一些 包括抖音啊 包括管他的这些 你觉得是真的讨论到重点了吗 当然败选不会单一的原因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 那种以前大家不喜欢民进党 讨厌民进党氛围又出来 所以投票率就降低嘛 那至少民进党有机会是因为 这些选票没有跑到国民 他是投票率降低 他不是投过去 他并不是变新的 所以可能就是给你一个 留校查看的机会 所以民进党大概未来 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要让人民感受到 你真的有体会到我的愤怒 那你真的有反映我的期待 你要做了哪些事情改革 这个是民进党未来要面对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民进党有在 朝这个角度认真的做吗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在讲 像毕丽问题是这样扯进来的 或者是像内阁问题 小鑫刚刚讲的 我是不同意但我尊重 但是在民进党未来要做 很大一部分就变成賴清德 这党务机构 因为党务机构是直接会弄到选举 所以这个也是对賴清德提前的一个考验 因为你看国民党现在已经开始在 也是开始在总统选举 小鑫刚刚有提到郭台铭 跟侯友宜 还有盧秀燕啊什么的很多人 我认为郭台铭是不会出来选 郭台铭应该是会支持朱立伦 也有问题 朱立伦也有问题 朱立伦现在民调不够高 他现在民调还输侯友宜一点点 朱立伦跟郭台铭不好 我先跟你讲 我们的竞争对手 表里如一的支持朱立伦 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在准备总统大选 国民党胜选嘛 他现在气势确实是会高过民进党 民进党必要确实要处理这几个问题 其实包括黑金问题也是 就是说被国民党指责黑金 这个民进党真的都要吐血 国民党历史传统上 当然国民党丢到政权就是黑金的国民党嘛 当时民进党走街头就是 民众对国民党失望 黑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现在反而民进党被这个问题给缠住了 請问一下 未来赖金德当党主席 总统是小英 所谓的党政分离吗 是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吗 还是谁听谁的 因为副总统跟总统 他们共事也四年嘛 这段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想他们培养出非常好的默契和信任 尤其在外交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蔡英文交办给赖金德最多的 大概都是外交官的工作 不管是代表他出国访问 或者是说很多外宾来 其实大家可能不一定也许注意到 台湾很少在这么短时间内 有那么多重要的外宾来 那几乎赖金德都有参与 我认为这个基本上 蔡英文如果说他八年的政绩 有一点就是 台湾的国际地域 就是跟一些国际关系 确实是 大概是这段期间 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所以这点 我认为绝对没有问题 他们两个之间的未来的合作 都绝对没有问题 未来民党 从党主席以后 那在整个包括政策或各方面 要去做什么样一些的协调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那这么多的战将 未来谁会出现 但不管怎么说 对所有的民众 都关心的是 谁真的听到老百姓的心声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有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